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另外一边 刚才如果可能有眼尖的朋友已经看到了 他这个左侧开始也有明显被棉签捅过的痕迹 小朋友是去游泳以后觉得耳朵不舒服 然后家长又拿棉签捅 捅完以后更难受 这个棉签啊 这说过很多次 不要用来作为一个清理的工具 这个是根本是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 棉签唯一能够在耳朵用的就是 实在是医生有一些时候需要你涂抹软膏的时候 而且要用那种比较细的婴儿用的细棉签去涂抹软膏可以 不要试图用它来去做清洁的这种工作 清理啊 打扫这个是一个是没什么实质效果 第二个反而可能会更糟 包括说啊 用完第二页以后啊 很多人有这个习惯啊 用第二页以后去用棉签去擦拭啊 觉得里边有潮湿的不舒服 这个没有任何意义啊 如果是抗生素第二页啊 这个需要来 他本身就需要他在里边保持一段时间 如果像刷刷水这种啊 清洗的液体啊 包括像碳酸氢钠这一类的啊 清洗的液体 也没有必要 一个你根本擦不到 第二个 它自然大部分会干燥的啊 这个小朋友 还配合的还算可以吧 基本上算稳定 存货非常的多啊 这个中间视频剪裁过啊 这个黑屏周末的话时间比较充裕 把这个黑屏去掉了一部分啊 因为之前很多朋友在底下留言啊 是不是还要求去这个黑屏 因为这个我对这个视频剪辑啊 门外汗啊 只会用一些最基本的剪辑的一些功能啊 这个去这个黑屏去这个黑屏 因为这个黑屏毫无规律啊 他有的时候去裁的话 需要消耗时间啊 平常周一和周四工作日根本来不及 那个裁一次再裁半天啊 这个黑屏毫无规律啊 棉签被怼过以后啊 更加的结实啊 分外的瓷是一层一层啊 有点像这个 像这种昆虫的这种壳啊 这里边这个还比较干 孩子如果不配合啊 我的个人建议 就是尽量不去强行操作 如果说耳内镜的直接操作配合不了 那么用低耳液浸泡呢 也只能说作为一个尝试啊 但是也有个可能就是 你滴完了以后孩子也配合不了 因为滴完了还得吸呀 还得用负压吸引擎去吸 一样的 这个负压的声音 噪声还是比较大 而且有一部分孩子 滴完以后很不舒服啊 有的孩子甚至直接会跟家长说疼啊 这个家长搞的就更加的心交往难受 所以我的习惯是尽量直接清理 当然有些孩子比方说 处了一半啊 到深处确实配合不了 用第二页试一下也可以 因为他们多少能坚持的话 也行 对于那些上来还没有做任何操作 就根本就无法 无法配合的这个 我的习惯是这种 就尽量别动了 这个清理骨膜显示干净了 因为像这种根本不让碰的话 你滴完了 他十七八九也不让碰 反而更惹麻烦 因为这种叮铃团块呢 它是有可能会自然的拖出的 不管它的大小 你不要以为这种东西 必须要以医生来取 不一定 真有就自己掉了 前面那个是小朋友的耳朵 这个是一个万尔道单指流的定期的 一年一次的 这些年 已经有一些病人有这种意识 我反复说过的这个事 有些就会定期来 但是我印象当中最早的 有一个在全马下清理过的 一个病例 因为他的职业比较特殊 我说我为什么能记住他 来过一次 好像就来过一次 后来这两年就再没见到 这个病例 幼年的时候 曾经反复麻醉取过 隔几年 去医院就堆死了 已经形成一种 心理的巨大的阴影 一上医院看 就非常的恐惧 前后好像是全马过三次还是两次 现在呢就没年过来啊 在没有完全堆满之前 这个疾病 他万尔道单指流是一个万尔道皮肤的问题 他这个皮肤字节功能的下降 目前还没有药物或者是一些物理 或者是手术的方式能够恢复这个皮肤的字节功能 包括他的骨膜表面这个字节功能都很差啊 骨膜表面都很 都是一层 所以他这个皮肤上的新陈代谢产物啊 无法自然脱出 必须要靠手工去清理啊 这种叫万尔道单指流 这个发病概率极低啊 人群当中应该是在千分之一以下啊 远远要低于这个 其他的一些尔科常见疾病啊 为什么会形成病因不祥啊 咱们说通俗点 那说的可能不太不太科学一点 那就属于命啊 那赶上了这个也没有办法 这个没有 无法预防 因为很多人 有的时候童年出现 有的时候是在成年以后出现啊 还有些是老年以后才发现 这个没有办法精准预防 只能说是定期的啊 现在因为大部分都有健康体检啊 健康体检项目当中也都会 多数都有耳鼻喉科这一项 其实耳鼻喉科医生啊 用肉眼就可以判断外耳道是不是通畅 如果有阻塞啊 就去呃相应的啊 耳鼻喉科的门诊 因为体检那个呃 环境那个场所是没有办法去给你做这些清理工作的啊 这个人是双耳啊 刚才清理他的右侧 这个现在是他的左侧 所以每年一次的体检就足够了啊 到犯不上说 看完视频 因为很多人看完视频有点害怕啊 这个东西确实他自己平时也没什么感觉 像这种啊 中间还完全是空心的啊 只是边上有一层的这种根本就没有任何感觉 即便就是啊 呃 完全堆满的 完全堵死的 很多人 因为他是日积月累嘛 很多人的后到完全堆满的时候也没有特别的感觉啊 有的人甚至已经发现了啊 自己掏耳朵的时候已经发现了 有东西堵啊 但是去过医院以后一弄特别疼就害怕了 就没再敢处理啊 结果就放了时间很长 直到最后啊 有的时候他因为外道胆指流 他是一个会逐渐发展啊 他跟丁金栓色是完全不一样 丁金栓色你对到那几年都不会有什么变化 而外道胆指流他会越怼越厚越怼越厚 把周围的骨骼啊 有破坏皮肤有寝食 甚至会直接把外道后臂的骨头啊 直接突破掉 所以后期会出现啊 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疼痛啊 这个时候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 而且这个病最损的地方就是早期会被当作丁金栓色啊 采用点药软化 极其痛苦而无用的一个操作过程 所以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早期发现 早期处理 确定以后啊 以后定期的维护啊 就像现在这样 因为他中间是空的嘛 压力小 操作起来比较的简单一点 好 今天的视频到这结束了啊 再次祝贺我们的英雄航天员啊 平安归来啊 另外希望咱们国家的疫情啊 能够早日的平稳啊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 但是 我 для Raiz Maric 还有 我们下周再见 它就当我们下周再见 法仙 吧 感谢观看